大家好,歡迎來到卓游港玩卓游的時間 大家好,我是Andy 我是代罪高揚HAPPY 我是Ian 今天又來到我們review的時間 我們review這個遊戲很厲害 我出了也不知道 HAPPY在浪底找到一隻新遊戲 HAPPY你介紹我,我真的不用介紹 這隻叫Scapegoat 中文叫代罪高揚 很重要的,因為你看完整個說明書 如果你不知道中文代罪高揚 不知道這隻遊戲為什麼會這樣做 這個遊戲就是Indie Board & Cards的作品 最有名的就是 Javalon Javalon 之後也推出了很多 例如,其實就是在旁邊的 Koop Koop DM也有興趣 總之他也推出很多奇奇怪怪的新分遊戲 什麼奇奇怪怪怪 不能玩 這次就是 勇者 這次就是因為牠的羊很有趣 牠的山羊很有趣 而且是叫John Perry 這個作者 John Perry之前是一隻二人遊戲 也挺多人稱讚的 就是那隻叫 Land Air Land and Sea 那隻二人遊戲也挺多人稱讚 這次就是這隻 其實我看到樣子這麼有趣 試一下吧 我之前都 有一陣子都沒有賣過他的遊戲 沒有服 沒有服 沒有中 Cage 通常中多一些 最初中了 這次是一隻 Social Deduction Game 一些小身份類型遊戲 說故事是什麼 就是說 有一群人 可以是三至六人 去做了一些 偷銀行 做了一些大工作 但你發覺 其實團隊便要有一個人去承擔 就是要推他出去死 那些警察才不會再去問 那怎樣推呢 就是我們其實 每個Player 心目中有一個Target 而我們當然 這些犯罪的份子 當然有小圈子 他們就會有些小圈子 就說不如去承擔他 但是那個小圈子 被承擔的人是不知道的 就是那個代絕高羊是不知道的 那這件事要怎樣做呢 他就透過每個Playerboard 背脊就有一個這樣的 十乘十二的架 然後再給你一顆十面 還有一顆十二面 每次開遊戲 我們就扎了他 然後大家就會知道 到底你想誰做代絕高羊 而這個顏色正常來說 在整個桌子裡面 就是這麼多Player裡面 應該大家都同一個顏色 除了那個Player 給人讀過 例如我這個綠色 那我還有其他顏色 那我還有其他顏色 500 你是否其他顏色 500 我玩藍色的 對 你是藍色的 會不同的 那他就不知道自己是否代絕高羊 這就是最特別的這件事 那為什麼要這樣玩呢 因為在遊戲裡面 大家會派發這些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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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叫什麼牌 證據牌 那 那 中間就有個action 我們會做約剛刺之後 大家可以扔一些牌出來 那大家show那牌 那麼多人都show到 同一隻色 除了那個代絕高羊自己之外 那我們就可以成功推他出去寫 其他人就得獲勝 而代絕高羊就輸了 但是代絕高羊也有機會贏 有一格就是他可以去找這個 我去報警 報村 因為現在警方非常保護這些 烏頂證人 如有類同實屬巧合 那 這裏就是 如果被 懷疑自己是代絕高羊的人 衝了過去的時候 那我們就揭曉是否代絕高羊 如果是他贏 如果他不是 本身的代絕高羊就會贏 所以這個遊戲的設計就是這樣 中間有些什麼位置呢 中間有些位置 就是做些大家卡的interaction 因為遊戲開始會大家派些卡 例如我去看有人手牌 或者我跟人換卡 或者跟外面阿公去換牌 特別的地方就是 每一個action做完之後 你都要將自己一張牌 扔出去的 而那張牌如果有自己的顏色 在這裡扔出去 因為慎防你保持自己的牌 人家沒有指證你 那你扔出去的時候 就要撿回你那個area 那個地方的牌上手 這個也是有少許資訊 給大家看看可不可以找到隊友 之類的東西 那我相信去到這個位置 大家可能都不太明白 或者不太知道這個遊戲怎樣玩 因為這個遊戲 我覺得我自己看完的 rulebook 我都怕不到 我剛才教完 大家玩完第一回合 大家都是怕不到 玩完第一回合 開始怕到少少 玩第二次玩第三次 才會再清楚一點的 這個遊戲就是這麼特別的 就是代絕高人 好 大家先說一下感想 試玩之後 Ian先 這隻是一個比較輕 也挺輕的 雖然說很快教完 但到清楚為止 要多玩兩次 就是一隻 不知是否簡單的新聞鏡 這隻也挺簡單 其實我們Action數量不多 你選擇一組員 拿一組牌上手 通過一些交換牌 你可以換牌 換牌的時候 換些什麼給別人 擺牌的時候 要拿些什麼顏色 會令到有些少少推理 要推理一下 你是要拘捕誰 這些是OK 遊戲沒有玩的地方 好 那Eddie 都很簡單的 其實遊戲主要玩是 自己是不是代絕高人 好 第一件就是 如果看到外面很多 自己身份的卡 很健康 沒有人想儲你的卡 沒有人想儲我的卡 就確認到 自己是一個好人 我也是可信 但如果看到外面 那些卡 一出就被人拿走 你就感覺到有些糯米 你要想到最快的方法 逃走 主要都是在玩這件事的發現 其實我覺得就好像現實生活中 如果你有些小圈子 到底是否被人背後說壞話 那些感覺就好像 那些人是否密謀說壞話 那我就可以走 那我就可以走 那我就說他 你又說 你不是說他 我突然間跟你說話 你又不要跟我說話 那些感覺 那這遊戲很帶出這個感覺 是不可說的 那是不可說的 我也是不可以走 那是不可說的 我也是不可說的 那是不可說的 那我覺得這遊戲就是 他將這個的感覺 放在情形的遊戲中 是可以做到的 但因為這種感覺 那個 要讓大家明白 去調校 其實是很難的一件事 所以要解決到 那遊戲 我覺得他不是 他不是去到最初級的 那些身份遊戲 不是的 它絕對是難一個層次的 因為要玩其他身份遊戲大力才可以感覺到它是怎樣去做 而且其實它身份的地方或者嘴巴或是演戲的地方 都不算是好過 很多地方都是透過卡的動作去做Deduction 反而Deduction的方向都多 是多於演戲的 沒錯 然後我就要罵少少 遊戲其實沒有任何重玩 即是一些變化性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很精明的Playerboard 其實它有很多快的 它有不同的人數 就有不同快的 還有那個人名字 對 那個用途就是背後會不同 它配合那個遊戲的顏色 即是現在我們玩五人遊戲 所以背後是有四個顏色 因為除了你之外有四個人 如果你五人六人遊戲 背後就有六個顏色 混亂了 所以整件事就是 而這個角色是沒有任何ability 這個遊戲也沒有什麼event card 什麼特別的東西 什麼都沒有 基本上你玩第一波的遊戲 和你玩十波之後的遊戲 其實都是這樣去拍的 就變成 剛才說過 它在入門的地方 又不算太容易得到 它去到老手或者中手 玩過很多新版遊戲 它亦都給不到很多重玩性 所以它的定位是有些奇怪的 是的 我們覺得是這樣 我講一下 其實這遊戲本身第一次聽下去 我第一個就是想Spy 4 因為Spy 4 它那個都是說 大家都會知道一個東西 然後另一個小小小的不知道 然後那個人就要去假裝 但玩下去又很不同 因為Spy 4 你是知道你是被孤立的一個人 那你現在這隻就不是 這隻你就要從其他人做的東西去猜 如果你問我這隻遊戲 我贊同Happy說 這隻就絕對不是一隻 日門的Deduction Game 或者日門的新聞遊戲 它是高一格的 因為你玩的過程裡 你是要去留意別人做什麼 而別人做的東西 其實就引含了一些information給你的 例如剛才說的打卡那些 我自己覺得這隻遊戲 其實玩什麼呢 就是玩你一開始不會玩這隻遊戲 就是說你一開始會玩錯 例如我們一開始玩 我們會做錯的東西 就是你很快就表露了你自己的身份 譬如有時候人家問你 你見不見我這個卡那 你不小心回答了 你說你見到 他心想我明明沒有 就是我跟你不是同路人 很容易就會錯這些錯 令到你會輸驚 然後你下一局就會不再犯這個錯 但是我又會這樣想 就是我們剛才玩了 一年玩了三局 其實玩了第三局之後 其實大家已經知道這隻遊戲 怎麼玩了 但是當你知道了這隻遊戲怎麼玩之後 其實可以有的變化 就是剛才Happy說的 這隻遊戲沒有一些 遊戲的遊戲上的變化 就是他沒有一些 Event Card 沒有一些Player Ability 沒有這些東西 但是就是他不單止沒有這些東西 他連這隻遊戲的策略性上的轉變都沒有 基本上就是大家做那類型的東西 然後就猜 就是你沒有什麼可以裝作 那類型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買這隻遊戲回來 是玩一條橋 在現在這個年代是不可以的 我覺得這隻遊戲是一個Pin and Play Level的遊戲 可能是賣個idea 如果你說他要再出 我覺得他起碼一開 即他遊戲裡面起碼 可能有些角色能力 或者有些設定上的轉變 例如外面的Action會有些不同 之餘其類的東西 才可以是一隻完成的遊戲 補充一個就是 其實就是這間廠近年的一個情況 它有很多Game 它有很多Game是有idea的 但是它就真的只是買過idea 它不是一隻Complete的Game 我覺得這個是挺厲害的 可能他很便宜很便宜 可能會考慮一下 但是如果你說他現在這個價錢就難一點 這個這樣的評價 但他叫indy 講明的 但他的價錢不indy 我覺得這個 不是 我要分解一下 他的idea是我欣賞的 起碼比我之前中的那些批服 這隻算是高一級的 玩德國 可以玩五局 但是 不是一隻Game 不是一隻Game 不是一隻Game的Level 我自己就 樂觀多一點點 我覺得當我們 其實很多新分Game都是這樣 就是 那個進程就是 當我們覺得 好像差不多 到頂見了所有Sherge的時候 當Sherge真的用的時候 發覺另一邊都會有另一個Sherge 去調轉 可能我剛才說 剛才我們有分析過 其實我們發覺玩了三局 都是代罪高人會輸的 沒有人夠膽衝出去 去按鈕 去投下那邊 但是 反過來你可能會問 那我們是不是 真的要多些去 懷疑自己 當你去做這個時候 你會發覺代罪高人容易贏了 我們又要反過來 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代罪高人容易輸 我覺得是有一個循環 我覺得 但是這遊戲 沒有那麼明顯地看到一個循環 例如 其他 當然是更好的遊戲 例如 阿佛羅雅 或者我們之前那隻 老鼠那隻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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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可以很容易看到 不同層次 不同種類 說謊的方法 但是這隻壽司 它的說明書 鼓勵大家 是做很多交易 但是我們又發現 可能我們在遊戲上 我們發覺很多交易 一說就知道 對 反而不說 只是透過換卡 可能會更加 更安全 但是可能也是因為 我們的遊戲群關係 我也想試一下 不同的遊戲群 會不會可以試到一些 即是閘眼 其實裡面都有提示 你這樣做 但是我自己覺得 即使做完那些也好 它的方向性 也挺單一 你就是想自己 是不是被孤立的一個人 是不是 是不是 Bully 然後聞到有浪 就閃人 我就覺得 大家其實 大部分人的目標很簡單 就是拿到那個人的那張牌 就是拿到那個人的那張牌 就是讓人按鍵 然後把那張牌出來 基本上不會錯 其實基本上有一個時間規定 因為大家按鍵就基本上齊 其實主要玩的是 當作姑娘那個人要什麼時候走 你要什麼時候才發覺自己才是 因為時間一夠鐘 沒有可能投票你會贏 你的投票一定是輸的 所以基本上你要看什麼時候走 通常玩完也是 都是這樣的 到其實可以投票那個回合 你那一刻的turn 你做完最後的action 你才發覺自己是 已經輸了 所以通常有時候要搏 但是搏那個位置 剛剛說了 要走是不是要走 如果走了 就要托衰家 但是就是玩這個 這個 我補充一點 我覺得代罪羊 就是你剛才說了 就是說是鎖衰家 我某程度上覺得 代罪羊 比較難去誘使到對方 禁忠 我反而怎樣轉 我覺得通常 禁忠是一些誤解 而導致禁忠 例如有一兩波 我有想過禁忠的原因 就是某個人做了某件事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做 我就會想去禁忠 很少是代罪羊 因為代罪羊太少 information 其實這個遊戲是幾慘的 大家都知道了 是只有那一條遊戲 就是玩過人的狀況 好 那麼 推介給什麼人呢 你呢 喜歡試不同種類的身份遊戲 身份deduction遊戲的人 他絕對是一個特別 如果是 怎麼說呢 他不再是那些狼人變態 有人用身份 又是殺人性 就不是的 他有少少就是 Deduction 又混合得 50-50 混合得挺漂亮的 你問我 我就推介給一些 想設計身份遊戲的人 可以玩一玩 他裡面 拿少許靈感 你應該會出一隻 好過他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他的idea 是挺有趣的 他整個設計也是有趣的 但他就是一個半原成品 如果你問我 這個感覺 值得一試 但是 你說推不推介買 我們有Happy幫你買了 那就OK了 多謝他的 好 今天這個玩場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今天介紹的就是 Scrib Gold 代最高人 好 希望大家喜歡 留言 Like Comment Subscribe 希望這一集 幫到你 那麼 下集我們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選擇以下這麼多的影片 可以按下去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Like Comment Share我們的影片 有興趣的話 當然可以隔我們的字幕組 我們下集再見 Thank you 拜拜